出座人 出座情 全球的志願 給他多感情 不走座 不走座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更簡台灣行李 我是大清 華新美蘭 這個我們到了五月 每一次都要感恩全天下的這個母親 我們五月其實在慈濟又是三節合一 像佛誕日 全球慈濟日還有母親節 最近上來又說護師至為護理 他們其實真的很辛苦 而每一年的五月的時候 也是全球的護師節 所以大家都要同感 這樣的一個有愛的一個付出 今天我們想介紹一個有愛的媽媽 對 這位媽媽我們說真的是非常的偉大 但是有時候在偉大的背後 的確是很辛苦的 但是這位母親 因為源於一份愛孩子的心 再多的苦 她都願意咬牙撐下去 這是劉秀珍媽媽 她的孩子在六歲以前 就健康活潑 跟一般的孩子一樣都是一模一樣 但是因為一場的疾病 卻讓她的孩子卻從此癱瘓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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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媽媽回來了 你知道嗎 不要去看人 真的嗎 這是一個母親 對孩子最深切的呵護 她是郭竹縣 小明縣縣 十多年來生活起居 全都仰賴媽媽劉秀珍的幫忙 她這個手就是被撞到這個的 她有時候手會亂揮 她也不是說常常生病的人 就一次生病就很不得了 憲憲在六歲以前 其實和一般的孩子沒有兩樣 活潑好動也是家中的寶貝 你知道人家自己去剩嗎 對 到六七歲也是一樣 我下班回去 那就要先讓她抱著 親一親她才會下來 六歲那一年 憲憲突然高燒昏迷 抽搐接連不斷 愛子心切的夫妻兩人 帶著憲憲四處求醫 經醫師診斷為 完性重機型癲癇 就去住院 住院然後第三天就 就說要進家或病房 她就 把握那個會過的時間 跟她講幾句話 就講不到兩句話 她就說爸爸 你帶我回家 結果一講完整個臉都扭曲變形 就抽筋 就開始第一次癲癇發作 就發作然後就 從此都沒有寫過 發病三年後 病情一直無法改善 夫妻兩人還帶著憲憲 從台南遠赴花蓮慈濟醫院求醫 植入晶片 是他們最後一線希望 有給她機會她才會有機會 那如果不帶她出來 她就永遠沒機會 但因為憲憲腦部萎縮的範圍 實在太大 效果並不好 彈咳出來的話 是把它抽起來 它才不會再吞 還會再咳 它咳了以後 它就嘴巴這樣 你趕快把那一口痰抽掉的話 它比較不會再嗆咳這樣 會叫頭 雖然現現發病至今已經十二年了 十九歲的她仍然無法說話 全身癱瘓不會自己翻身 衣食住行每一樣都必須要靠家人的協助 我有時候覺得說我沒有空寒冷 真的沒有空寒冷 我就會覺得說 做到最後我會覺得說 好 這就是我的生活 我本來是我自己洗澡就好 可是我每天要洗兩次澡 一個是洗它 一個洗我自己 但全家人並沒有因此埋怨 反而是一家人的心緊緊相洗 大家一起分擔 就是大家一起來 你看到爸爸怎樣找過他 就每天都很忙啊 然後好像晚上也都沒有睡覺的樣子 全家他最重要 不會把他晾在那邊沒人管啊 就是一定 他全家就是他最大 現在我們家 我們仙憲最大 仙憲 永遠是一家人的性感寶貝 真的母親真偉大 那個仙憲的媽媽 真的看照顧出六歲到十九歲 那十幾年的時間 那全家人包括爸爸 包括這個仙憲的哥哥 還有這個阿公阿嬤 其實大家都很照顧仙憲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看到了 人間其實它那個 最純真的那樣的一個愛 那哪一個父母 會把自己的孩子 就這樣放棄掉 的確不容易啊 那尤其是在陪伴這個仙憲 這漫長的求醫之路 從剛開始的時候 求神問補啦 那用盡好多的醫療 一直到發病三年後呢 來到了花蓮慈濟醫院 那麼在這邊 有志工的一個陪伴 還有醫護團隊用心的 這樣的一個 在照顧過程裡頭 那麼聖聖的媽媽說 其實他自己心態上 有一些轉變 從剛開始 其實難免都還是會有一些怨 為什麼我的孩子會這樣啊 一直到後來 他自己也打開了心門 然後不只是全家人的情感 是更加的緊密 甚至他也說 因為憲憲這一場病 讓他跟這個婆婆的關係 也更加的好啊 讓他們全家反而因為憲憲 找回更多家庭之愛喔 清醒了 我們要上學了喔 刷刷牙喔 早上六點不到 劉秀珍開始為兒子打理一天的開始 為憲憲換上學校的制服 劉秀珍要帶著重度身心障礙的兒子上學 將近十年的時間陪兒子上學 也讓他走出生命的低潮 現在從一個健康的孩子變成重脹的孩子 那時候情緒真的有一度是很低潮的 那時候就想說 我難道就是陪著他 母親都關聯家一四人嗎 他是第一個最嚴重的孩子到我們學校來 那老師完全不懂 這麼嚴重的孩子怎麼去照顧 台南啟治學校是一所特殊的教育學校 專門招收中重度身心障礙的孩子 在學校專業方面的一些團隊都可以給他們協助 所以在這方面有的家長來 他很放心的把孩子交給學校以後 他可以去工作 其實對他的家庭也有大的改善 啟治學校讓家長有喘息的機會 但是要照顧像獻獻這樣 玩性癫癫會不定時發作 餵食必須仰賴鼻胃管 而且隨時要抽彈的孩子 對老師來說都是很大的考驗 其實在照顧獻獻之前 我完全沒有照顧過癫癫的孩子 然後那一屆的孩子 有很多也是屬於玩性或嚴重癫癫的 沒事的喔 獻獻媽媽對我來說像是一本活字典 九年前獻獻到台南啟治學校就讀 媽媽劉秀貞不但全程陪伴 入學前還特地寫好照顧日誌 和拍攝灌食鼻胃管的影片 提供給老師參考 第一個先看看 因為我們如果講一遍的話 可能一下位又忘記了 沒有常做嘛 我們學校都有電腦 萬一我現在位 可能說我不太確定我可以做得很好 我可以先看一遍再來位 最後一次的時候我們讓它流到手指頭這個地方 折起來 折起來我們再倒差不多 差不多20CC的水 用了一張A4的紙上面就寫說 它要泡牛奶泡幾CC 就是一天要換幾次的尿布 然後奶粉多少的幾湯匙 就已經寫好 要照注意它的事項 比如說它咳嗽的時候要必須拍攤 然後或者是爹前大發做完之後 要注意它會有什麼狀況發生 然後要怎麼樣把它處理 就新娘吧 兩年之後 劉秀貞通過學校考試 成為台南起制學校約聘助理教師 每天陪著縣縣上學 她也將自己照顧兒子的經驗 和老師以及其他的家長分享 她如果這樣的時候 我都會帶她玩一下 八點以前我是家長 八點以後我就是學校的員工 她很坦坦地接受她還是這樣子 然後她也更有能力去幫助其他 像她這樣子家庭的 所以她假如有任何問題問她 她都真的是很熱心的幫忙 他們真的是粉著那種愛心 來接受我的孩子 當然我的孩子走出來 我跟著也是走出來的 每天在學校 陪伴身心障礙的孩子 給他們最好的照顧 劉秀貞說 這是她回饋學校最好的方式 今天是不簡單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裡頭 大家都說線線是頑固型的癲癇 其實在現在的醫學裡面 也吃藥有它的一定的限度 真的開刀好像也不太能夠 治療這麼頑固型的癲癇 所以線線它現在唯一的方式 就是說透過很好的照顧 讓它發作的次數減少 這樣腦子就不會再受到傷害 那有一回在辦公室裡 我就看到說好像有番茄跟辦公室結緣 那覺得說這番茄看起來好像就很有機 然後很天然 那就問了一下說這是怎麼來的 結果後來就我們的月刊的這個秀化師姐 她就說是台南來的這個番茄 那為什麼這個番茄會從台南這個盤山過嶺 那後來才知道原來這是線線的媽媽 她們自己種的 那為什麼要自己種番茄 我們來看一看 去我們的番茄園當農夫 趁著太陽下山前 劉秀貞夫婦趕緊到自家的果園採收番茄 我們這邊就是已經算是番茄園的 它採收的算是比較默契的 盛產期已經過了 吃起來還是很甜 因為我們沒有加農藥 品質不是顧著說都被大顆 過熟的它就裂果了 這邊有裂掉了 夫妻兩人雖然都出生於務農的家庭 但是做農卻不是他們的專長 親自下田工作之後 劉秀貞才知道農夫照顧農作戶 其實和她照顧孩子的心情是一樣的 她用相機拍下番茄的成長過程 還寫下了番茄的照顧日志 其實我們那時候照顧最麻煩是這個 我們要一個一個幫她往上爬 她爬到這裡我們盯到這裡 爬到這裡我們就盯到這裡 因為她不會像瓜類說自己會爬上去 很好工 其實照顧仙線很適合 我覺得照顧仙線比較輕鬆 照顧番茄比較麻煩 因為我們照顧她照顧習慣了 其實不覺得她照顧她會很辛苦 就因為這個是我們第一次在弄 就覺得說 畢竟這不是我們自己的本行啊 出眾的工作我可以來做 比較瑣碎的工作我就做不來 都已經做得比較多了 做什麼比較多 排番茄啊 對啊番茄 她的咖啡比較嫩啊 她吃幾口啦 縮得一口好番茄 將近一分地大小的黃金番茄園 面積雖然不大 卻是夫妻兩人對未來生計的準備 我們兩個都是約聘人員啊 萬一有一天沒工作了 我們可以回來種田啊 以後如果先天畢業的話 我可能就沒辦法上班啊 因為我沒有錢錢看護啊 然後我也 我也捨不得把它送到安養中心啊 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田地的時候 起碼我們還有一點 有一個收入 有收入的經濟收入的方式這樣子 2001年夫妻兩人貸款蓋了房子 沒想到童年縣縣發病 必須要支付龐大的醫療費用 同時間縣縣的爸爸又歷經經商失敗 一家人經濟陷入危機 金片還欠二十萬 然後我們的房貸也還有五六年要繳 決定種番茄貼補嫁用之前 他們還試種過草莓 期間連續三年 劉秀貞提供果園 讓其這學校的身心障礙兒 校外教學體驗彩果的樂趣 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很快樂啊 然後看到小兒子每一個都很開心 汗水淚水與歡笑交織 栽種的黃金番茄 從小苗開花解果到採收包裝 過程很辛苦 但也孕育黃金番茄甜美的滋味 所以你看這個用愛去浇灌的這樣的番茄 真的我們還想到當時吃到這個番茄的時候 那種可貴 那真的媽媽爸爸都很不簡單 那在這個時刻其實我想憲憲她是很幸福的 不過媽媽卻說她感恩憲憲 因為憲憲雖然生病需要照顧 但是她不吵不鬧 那而且也不會這個跟父母頂嘴 那這個媽媽就說 有這樣的孩子真的是要感恩她 讓她這十幾年來的生命都相當的豐富 的確啦照顧這個現現的過程 她說其實就像是攤岩一樣 她不知道到底會有多辛苦 然後會有多危險 但是她願意就是這樣子 繼續的往前漫進 就可以看到陽光看到希望 所以在陪伴這個現現的過程裡頭 媽媽自己也體悟到上來說 其實我們自己只要願意去做 開心感恩那種的心 其實我們所看到的世界 就真的都是不一樣的喔 來到我們知為人文的單元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這一個 人稱財女的啊這個女位啊 這個大家看了她一定覺得說 這個財女的封號是從哪裡來的 那文字很細膩 這個照片也能拍 沒有人的時候這個攝影機也賭位啊 這個是來自於台中的林林立施姐 其實她不只是有財女之稱 有人形容她像開水一樣 非常的重要 那但是呢 因為你常常的陪伴喔 你又常常會覺得說 她有點像空氣有點像陽光 真的是在生活當中不可會缺喔 是喔 那我想這個一定是慈濟的伐水啦 我也歡迎林立施姐來到現場 施姐 您好 您好 兩位主持人好 全球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對喔 人家說文字都比較細膩喔 因為對文字有感覺 那我們就從頭開始這個聊一下 就是說為什麼一開始會接觸到說這個做文字這件事情 其實跟慈濟的姻緣其實就是921之後 然後尋根嘛 就是那時候有慈濟列車 那回來以後 慈濟的師姐都很會接引人啊 那要接引到哪裡去呢 因為只是一個普通的志工 那其實是最方便的話 我們就是到兒童班 兒童班 因為你的孩子還很小 對 那時候孩子還很小 所以師姐就 這種人就是要接引 那就接引到兒童班 那那時候其實慈濟人的用心啊 那為了要接引你去 他幫你衣服也買好啦 都準備好啦 那我那時候會 那時候就是這樣胖胖的身材對不對 我說不行 我哪以克服衣服要照在褲子裡面 不好看 所以我說沒關係沒關係 那他都買來了 你當然就要去了 那可是去了你就發現 原來這是一個這麼美好的團體 因為會電腦嘛 那很自然而然 你要幫孩子留紀錄啊 做卡片啊 你就會做出來有東西 人家就覺得喔 你是人才了 因為人 所以你成章 這個水到渠成這樣 對 因為在十幾年前 的確是這樣功能的人比較少 那時候也沒有原文真善美嘛 所以你是不小心 會用人家認為你就是 所以就自然而然就是到 那時候叫文學 早上八點不到 林林立和先生張廷旭 就來到台中分會出請勿 以往這樣的報告要花到多少錢 要所簽名 簽名 要寫三個字 所以大概要花半個小時 等一下 我該給你 我該給你 幫你 要不要 要不要 不是 我要 為了加強推動五指畫 中區今天的會議 第一次使用電子刷卡 取代傳統紙本報道 張廷旭站在報道處 協助師兄師姐前導 靠著放上去就可以了 感應一下 像坐空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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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來 來 再訪一次 而在一旁觀察的林林立師姐 負責今天活動的文字報道 對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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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文會家之神 師父你今年幾歲 75歲 採訪完75歲的老菩薩 一會兒又見他 邀請先生張廷旭接受採訪 今天是一個班 然後要圓滿一個紀錄的過程 然後一樣是要送交 搭一搭 那所以 雖然是知道他的答案是什麼 是可以寫的 可是還是要再問 所以他來問我 跟別人來問我其實是一模一樣 但是 但是我是覺得這樣問的過程 會讓其他的新人 他們會知道說要怎麼來 將來怎麼問 怎麼回答 怎麼去拍 怎麼站什麼角度 我就覺得可以 所以應該有 我覺得我扮演角度是說 要帶新人 所以這樣子的採訪過程 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會跳出來 幫他們解決 原來啊 這對夫妻黨 都是台中的人文真善美之功 而林林立除了會採訪寫文章 她還是大家口中的才女呢 她其實真的是名副其實的一個才女 她不管是每邊文字照相 就是錄影是比較淺一點 但是你要是說真的找不到人 你只要用自動的給她 她還是可以做 她真的是多才多藝 而且是一個才女 我會上網去看她的文章 我很喜歡寫她的文章 因為她寫得很活 很生活化 周末午後大雨滂沱 慈激志工的任務 並沒有因為這場大雨而中斷 慈激人出門不用看天氣 就是該做的就去做 然後公園 公園就去 母親節的前夕 台中南屯區的紡織志工 到照顧戶的家中關懷 預祝嘉節愉快 媽媽說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親一個 我們親一個 不行啦 似乎都沒看到臉啦 今天玲玲力是照相志工 但她還有另一個任務 那就是要帶心靜的文字志工 傳承採訪的技巧 她在上面 很想知道說媽媽的心理是什麼 她會很主動告訴你 其實你不需要問她什麼 她會主動教你很多的事情 對啊 就像那天我要去學文字的時候 她就跟我講說 你要注意什麼 要注意什麼這樣子 對 她很細心地提點我這樣子 跟著紡織志工的腳步 走訪了幾個家庭 每一家的困境與難處都不同 相同的是 他們都有一位堅強的母親 在混亂的生活中堅持著笑容 而這笑容深刻觸動了靈靈力 我來搶一下 你搶一下 你搶一下 生命的力量 就是說 每個生命都會自己找出路 然後我們能夠注意就是 我們手伸出去 我們能夠 就是一個肩膀也好 或是內褲推力 或是說幫她把這個門打開一下 風吹進來 讓陽光吹進來 其實我們做的就是這麼一點的 打開門讓陽光照進來 靈靈力的描述總是能撼動人心 這也讓許多人甘願成為她的忠實讀者 常常在那個月刊也看到她的文章 我沒有錯過一點 她的心思很細膩 真的細到實在是 我真的文稿是真的很需要她來 她來指導我們 她什麼都很細心 細什麼細的 每個人都夠一點面面俱到 自己為何會覺得特別能夠 將心比心下 因為她感受細膩通常是 我可以將心比心從她的這個角度 剛才師姐立刻跟我們提到 像那個阿嬤 好像真的讓你感動很多 自己帶了四個舞蹈症的孩子 其實我們都知道人生的苦 那個苦是真的 就一個生理寂靜的人來講 它真的是苦 當一個人說她放下的時候 我們還要感動我們身受受 她能來是生理其境 她能來在那個境界裡面 雖然她願意放下 我相信那個苦已經少很多了 可是畢竟她能在試煉當中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要去悲悯她的那一份 目前所處在的環境 在這個過程裡 又怎麼樣把這樣的一份感受到的心意 跟剛才看到可以跟很多的新界的 這些人文針在美國之間 大家可以分享 所以因為我們有時候在想說 你在描述一段文字的時候 你如果讓人家知道 你要講的那個點是什麼 所以有時候很多文字的堆砌 其實是就是這樣子嘛 就是很華美的詞句而已 可是像那天去訪事的時候 我回來拍的照片 我看到雨天然後資工往前行的時候 其實路邊開滿了孤庭花 孤庭花就是一隻 然後很單獨的就綻放 所以就想到說 你在描述媽媽的偉大的時候 你就不如就來說一下 這個雨中的孤庭花 我想那個讀者更能夠體會到 你要說的是什麼 所以我在想文字有很多的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 又一個點 然後把那個感受傳達出去 就不需要去堆砌很多 很多今天天氣怎樣啊 雨怎麼樣啊 其實你就描述那個 雨中的那個花 它能來開得那麼好 它並沒有說 雨已經下一天了 它並沒有哪裡不好 它能來是那麼漂亮的 就是把心情畫為文字 然後文字後來 心情還要畫為影像 其實這個是不同的 這個媒體素材對不對 更何況 像林林之前有去 國際鎮災的經驗 那這樣的一個鎮災的過程 我想那樣的心 那樣的生命 在碰撞的時候 會是什麼樣的情景 來看看一下這則影片 2011年12月 林林立和40位慈濟志工 前往北朝鮮災 像這次去北韓 就寫那個桃花園記 那個桃花園記 那個桃花園記 那個感覺是什麼 因為我們進到德星的時候 我第一個感覺是 過一條西季的沒有橋 世界上這個時代 怎麼會有這種地方 所以我那個時候 那個桃花園的印象 就已經在我的眼前 它用桃園名筆下的桃花園 對照儀式獨立的朝鮮 寫下相忘於世界這篇文章 沒有現代化的感覺 就是一件黑色的灰色的 破破的衣服 然後牽著牛車 然後四面八方的 這樣子來 所以那個意象就是說 反正這是當時 這個是什麼時候 這個是什麼時代 文章被刊登在慈濟月刊 已經不是第一次 日文系畢業的林林立 在2011年的10月 參與慈濟日本鎮災 第七梯次的發放 同時也寫下了三篇文章 提供給月刊 最近的經驗就是說 有幾篇文稿 好像讓大家都覺得 蠻喜歡的 有勝利其境的那個感覺 然後我的感覺是 只是說 我把那個當下那個心情 寫下來而已 十年前 職業婦女林林立 並沒有太多寫作的機會 一直到她假日帶著孩子 參加慈濟的兒童班 以及後來的慈少班活動 並且擔任對付媽媽 因為要協助製作活動檔案 成為文宣組的志工 每一個月活動完 那就趕快把照片洗出來 然後還會很仔細去想 那圖書要怎麼寫 一次三年底片 一百多張照片 所以那個量是有的 所以那個時候 一個月可以做出一本檔案出來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那個拍照的東西 我們都不是這個專業 那時候是一個月 一次激過關懷 小朋友去餵食那些 重度智障的嘛 那個時候是 才觸動我的心嘛 怎麼會有這一群人這樣子 他竟然可以這樣子幫忙 那些 那些 中重度智障的孩子這樣子 林林立的先生張婷旭 患有小兒麻痺 行動不方便 手也因為萎縮 不能像正常人一樣使出力氣 但這幾年來 他靠著熱情與用心學習 從錄影剪輯的門外漢 晉升為人文真善美的老師 林林立夫唱覆隨 一直在背後默默支持與守護 這十年來他其實是 我一直往前衝 一直很拼命地在做刺激 然後他就護持我 事實上他的才華 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然後去年就2011年 就有這個機會去海外徵災 他有這個機會 當然就換我反過頭來護持他 這一天 林林立受邀到台中太平親子般分享 這位先生張婷旭退為配角 從旁協助 這位先生張婷旭退為配角 他接錯格了 他接錯了 對 他就是 這就是 我的存在價值 碰到困難的時候 碰到有問題的時候 就是像這樣子的問題 就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師兄會說 沒有我問你怎麼看 讓我們一起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林立 各位的媽媽 早安 阿彌陀佛 投影機的光 投射出林林立 參與國際正在的足跡 這光不搶眼 不亮麗 卻照亮了參與會眾的悲憫心 這也同林林立一樣 用平凡溫柔心 成為大夥最堅強的依靠 他是我的副法 下輩子換我們來做角色的領導 在日本所看到 其實又跟您後來 就是同時也有在去韓國 那又是截然不同的這種心境轉換 對 那去日本的話就是 至少英語也會通 知道他在講什麼 知道他在悲傷什麼 知道他需要什麼 可是去到韓國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通通行不通了 因為去韓國其實也是有備而來的 帶了兩台攝影機 帶了兩個錄音筆 因為知道天候條件不同 所以真的是準備了很多去 結果發覺通通行不通 為什麼 因為有翻譯 可是那個氣氛 讓你覺得 你這個錄音筆不能拿出來 你這樣一拿出來就是錄音純正的那樣子 那樣子的氛圍就出來 那 沒有辦法去直接說 那他到底 那個故事在哪裡 其實剛開始去那個當下 其實有點慌 因為第一次去出一個班 你完全不知道你的故事在哪裡 你從何早起 因為看起來翻譯是行不通的 你自己問不到 然後所以去的時候 第一個當下我是覺得 那我先放下 就走到人群裡面 然後就去跟那些孩子們 幫他們擦 凡是臉 然後我有帶綿羊油 綿羊油擦在臉上是OK的 就幫他們擦 你看每個孩子這樣子的笑容 然後孩子笑了 然後他們旁邊就有一些婦女 孩子開心 大人就很開心了 口袋裡面裝了滿滿的糖果 你拿出來 那些孩子一堆喔 沒有人伸出手 他們的孩子教育得多好 然後他只是擠在你前面 然後希望你看到他 很開心一個一個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個地方跟我們原來媒體 主流媒體所傳達出來說 這個是一個野蠻的國家 其實是不同的 真的是不同 然後就發覺說 他們雖然貧窮 可是那種自律教育 是OK的 那你就看到小孩子失歲 背著兩包米 可是不是好好背著 你看他綁在肩膀上的繩子 好細耶 兩包米30公斤 扛在肩膀上 可是他的臉是笑的 百千萬劫難遭遇 然後在什麼時候 互為眷屬 然後今天在這裡重逢 然後我就覺得真的就是 海內海外都是兄弟姐妹 然後就很開心說 我們今天來了 這裡有很多人 有米可以帶回家了 所以我們是很開心的那一刻 我覺得那種感受 是因為背後有很深刻的人文 實際的人文 其實就是一個遵從倫理 這樣的一個美善的一個根基 所以大家的這樣的碰撞在一起 所以這樣的人文 是不是也都帶進公司裡面 因為其實一直就是覺得 人家說的傻人有傻乎 那其實對我跟婷婿來講 其實我們就是對典型的 傻人有傻乎 然後就是 就創了一個業 然後就都不用擔心 然後認識慈濟以後 就幾乎就是很認真的 就投入在慈濟 然後跟員工的互動裡面 你會覺得你也不會把它當成 其實就是同事啊 並沒有上跟下的關係 其實就是同事就是朋友 所以他們其實就是每個人都是 很多人都是高中畢業 都是當完一退伍就來了 所以他們的成長也就是我們的成長 然後我們都知道 他們在哪個階段經歷哪些事情 然後有時候 該說的要去說 該呼味的要去呼味 所以常常等於是 就像他們的姐姐一樣 而且好像很多人都叫你小阿姨 對不對 沒問題 我們來看看這個兩個傻人 那怎麼在公司裡傻愛 請問你在這公司待幾年 我在這裡待了大概27年 23年了 18年了 23年 剛好 21 到底是什麼樣的公司 可以讓員工的流動率低 20多位員工工作年資 都有將近20年 我喜歡這個公司 是因為這個大家感覺像一家人 在這裡是一個很自在的環境 這是一個大家庭 大家都很像兄弟姐妹一樣 主管對我們員工的那種好 讓我們會覺得 我根本不想理 離開這裡 客戶提供這個 它主要的用意是什麼 是他們有問題嗎 負責客戶服務業務的零零力 也是公司的老闆娘 20多年前和先生一起創業 在台中市區創立了這家公司 我們主要是一個系統 系統的研發公司 然後就是設計一些 向量化的軟體給客戶 簡單來說 這是一家研發系統軟體的公司 透過電腦將傳統工業的 手工製作流程電腦化 是一個無形嘛對不對 那我們把它拍照下來 讓它向量化 那就可以直接 進到電腦裡面去編修 電腦沒有出來之前 沒有系統之前 大概就是用手工來做 那當然就是浪費會比較多 會花費很多人力 然後耗時間 硬體和想法都如此創新的公司 內部文化卻是相當有人情味 老闆和員工就像是一家人 這個是民工是最美麗的 老闆大 這邊處理的是影像 影像向量化的軟體 那這個是民意 它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教徒 你覺得老闆娘怎麼樣 不敢講 非常好 因為我們都沒有 我們這個沒有這樣子的感情 我們叫他小阿姨 你剛剛忽然間老闆娘 我們這裡沒有這個名詞 我們這也沒有把他當作老闆娘 在公司外號小阿姨的林林立 說她是公司的高層主管 倒不如說她是大家的好姐妹 總是在員工有需要的時候 適時關懷 就像家庭的時候 然後你就是有 有可以得到關照 也可以互相哄嗤的一個環境 他們不會只是單純關心說 你今天工作過得好不好 你今天工作做得好不好 你今天工作有沒有做完 他們不會去問這個 今天狀況不好的時候 他會問你 你今天怎麼了 然後會來跟你聊一聊 然後會跟你講方法 這樣幫助人的溫暖 員工感受到了 打卡機旁邊放的愛心箱 裡面有發票 有愛心捐款 最重要的 這全是員工自發信的 同事很可愛啊 就是說 他們自己研發的系統 如果在市場上 沒賣出一套 他就會自己發信 投個五百塊在裡面 好 那平常大家有零錢啊 就跟著花票都一起投進去 一日一散 世界可以更美麗 小阿姨 為什麼我有這個綽號呢 我想因為就是 這個應該是一個 也很親切的形象啦 然後 家裡排行最小的 對對對 那剛好有小朋友出生嘛 然後就小阿姨小阿姨 那所以刻苦打來 也叫小阿姨 每個人都叫小阿姨 大家的小阿姨 我想這個是幸福公司 對對幸福公司 福會鋪滿 因為投進去的時候是基福 對 但是因為要投那個動作 是有智慧才去做的事 有關係的分享 分享 這個也是 我端很久了 我一直很想介紹 趕快來 先來介紹這一個 喜氣揚揚 這個事事如意嘛 聽說這個是 接引小朋友 一個很好的方式 趕快來介紹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帶孩子的時候 你給孩子的課程 你要貼近孩子啊 你不能總是要跟他 獎金說法 可是你還不如叫他做一遍 那在做這樣的東西 你叫他瘋瘋瘋瘋瘋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把你要的人文帶進去 可以跟他說 一針一線 那個細細的針腳 其實是禪定的功夫 對 那為什麼會設計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說 這樣的東西 在介營會中的時候 他來了 你叫他做 然後他在這個團體裡面 他感受到那種善的風味 可以 那這個時候 帶一點髮進去的時候 他是聽得下去的 而且他下次還要來 好 請給各位來 那這一個也是 林立師姐跟婆婆之間的這個愛 那婆婆的話 因為她年輕的時候 是裁縫嘛 然後她用她的手工 把孩子養大 然後她現在 現在她可能是很關係 跟大家介入 所以她有空的時候 就是在家裡做這些 而且 馮補這些事情 對她來講 是她的一個專長 所以平常在家裡 如果有姻緣說 什麼東西要跟誰結緣的時候 那老佛薩在家裡 他就會很認真的做 他做好了 你就拿去 外面跟大眾結緣這樣子 花戲結好演 對 所以這個婆媳之間的關係 不用馮補 而是用馮補 來堅定婆媳之間的關係 我們來看看以下的影片 有句話說 一個廚房容不下兩個女人 形容婆媳之間的緊張關係 但是對林林莉 與張陳春梅 這對婆媳來說 沒有這個問題 這個家 不但沒有婆媳的問題 林林莉 和婆婆還有一項共同的興趣 那就是裁縫 像是一樣的 普通班人 吃掃掃掃那 我在家裡搬一搬 我就用 她說我就會這樣 對她 搖她做 就拿去家裡做 她不會沒有料 所以這樣 很好 林林莉的婆婆 年輕時 靠著裁縫手藝 貼補家用 將四個孩子 拉拔長大 而現在兒孫成群 她也不用再為家中的經濟操心 現在她發揮自己的裁縫專長 跟著媳婦 投入慈濟的志工活動 阿嬤是專家 然後我們可以先開始動手做 那如果是有問題的人 我們就可以提問一下好不好 因為大家不是那麼熟練 那妳可以先出縫 好 可以 今天這個時間不是很長 她志工做不完 那阿嬤是高手 所以也要讓阿嬤知道流程跟時間 整個大方 知道 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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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是大方 人稱才女的林林莉 不但在人文真善美的工作領域 人人稱讚 對於布包的製作也是讓人驚艷 今天她就受邀到社區擔任慈濟人文課程的講師 就是很仔細的給她縫 那妳現在把這雞加起來 我把妳拿著 我會想說那縫這樣的一個東西 縫縫縫補 縫補一片天 那這中間有什麼人文 就是說 人跟人之間 把那個空間留下來 然後就像布一樣 會讓人家呼吸 然後就像我們婆媳一樣 我們很親密 可是我們又有空間 那我們一起成長 她昨天為了幫大家把這個最難的地方 坐起來 阿嬤花了一整天的時間 到要吃完她的時間 沒有空氣準備 那所以這個東西要感恩阿嬤 所以我們大家準備就是 把比較困難的地方先坐起來 這一堂課婆媳兩人 一個主講 一個從堂協助 雖然角色有些不同 但兩個人付出時的笑容 就是給社區會眾 上了最好的一門課 這個我們看起來明明是婆媳 但兩人的面容 這個笑起來幾乎好像雙胞胎 就是 怎麼這個感情該好少這樣 其實我結婚23年 就是生命中兩個媽媽媽 她也陪伴我23年 也是個媽媽 是 很多人應該很羨慕妳 對 是 剛才出了那一招 是 我會改進 這個再透露一點 怎麼樣 其實是婆婆很寬容 她真的是把媳婦當人 雄斑婆婆也是幫忙嗎 對 其實就是說 其實我們就實際說 說是連二人組 跟TG師兄 其實應該是三人組 因為 比如說我們都去營隊的時候 媽媽是家裡的父母 然後比如說營隊要很多文書資料 要很多舉牌 要很多名牌什麼的 我在前面前置幫她準備好 然後我要上班的時候就說 這個要怎麼弄 怎麼弄 這個要怎麼弄 然後幫她準備好了 然後下班她就通通做好 婆婆 對 連舉牌那些都可以當您的大幫手 這個每邊幕後的團隊 像你們夫妻 因為就這樣一直在做慈濟 即使說孩子跟爸爸媽媽 其實能夠相處的事件也不是很多 但是孩子也默默好像就是 把你們那樣的一個擔任志工的歡 想要也用在他們自己的生活裡 她遲少到高中的時候她就說 她不要去了 可是 她也不是真的那麼叛逆 她就說好 那我一年只去三次 三次 好像就三次我們也都接受 所以我就問她說 那妳的人生宗旨是什麼 她說 我人生的宗旨是利他 所以她高中的時候她講這句話 她說實在我放心 我真的那個心好開心喔 然後上大學以後 妳就發現 那個孩子的發發力 她就起飛了 所以她高中的時候 她就上網自己去找海外志工 所以我們在忙的時候 她也在忙 她這幾年她去了甘肅 去了台北 去了印度 去青海 她今年暑假要去新疆 那個母子之間的默契 我從日本回來的時候 從機場打電話給她 因為她即將要出發去甘肅 那我分享 就跟志工在分享一樣 好像愛的頻率是可以接向的 我在講我的發喜的時候 她聽聽聽她說 好吧 那你們下次去的時候 我可以去嗎 哈哈哈哈 所以一樣他們從新疆回來 從台北回來 她講她的感動的時候 我也是可以聽到掉淚 她確實有感動 那個發喜是一樣的 其實上網人是說 宗教其實是我們的國界 那個大愛是一樣的 所以 我就很開心說 那個種子種下去以後 你真的是你要對它有信心 然後你只要給它對著環境 那個氛圍自然而然 那個樹 樹會花芽 而且那棵樹很挺立 對 是件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上網人說宗教 人生的種子 生活的教育 所以我想看完這一集 應該很多人想要這個 趕快去報名慈哨班 這個可以 父母跟孩子 大家都可以修行 是 今天這邊感恩林立世姐來到現場 感恩 感恩